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评论家林宝华的太太杨岳清 很高兴为您介绍林宝华的评论文章 今天要介绍给您的是 企业所得税法对台商下逐客令 去年三月份在中国北京 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了两个重要的法规 一个是物权法,一个是企业所得税法 物权法事关对私有财产的保障 最大的得益者将公产私有化的权贵 但是民间抢先逼政府提前维护他们的权益 于是出现了因为对抗拆迁 而轰动全国的重庆最牛丁子户 企业所得税法关系到台商的利益 反应却出奇的冷淡 这种反常的现象说明中国反常的社会 台商只能任人宰割 不能自由地表达意见 否则就祸从天降 香港与新加坡百分之十几的企业所得税率 为了相互争夺外资 不惜降低税率的百分之一 对企业来说 这百分之一已经相当的可观了 然而中国的企业所得税 却将外资的税率从15%提升到25% 这样大的身符 如果不是暴力企业 谁吃得消 特别是目前的经营成本已经提高了许多 然而外资与台商都沉默不语 或者他们有解决之道 解决办法不是撤之 就是三人自由妙计 但就是撤之 也必须默默地撤 避免临走时被大势敲诈 这以前的中国本地企业税率是35% 外资是15% 这的确不公平 但那时国家需要外资 不得已而为资 而受不公平待遇的内资 主要也是没有背景的 有背景的早就在外投资 在外转内为假外资 现在外资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任务 已经基本完成 中国也已经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很大 因此对外资可以下逐客令了 否则以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 与财政的收入 统一税率可以不必定的那样高 来难为外资 淘汰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台商 与港商 也是为了担心官逼 外资反而一窝蜂的撤资 所以所得税法中有区别对待 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仁庆 进行解释 居然说对台商影响不大 指的是高科技企业 与本小利维的企业 还可以获得优待 再就是5年的缓冲期 问题是法规是死的 人是活的 什么叫高科技 什么叫本小利维 还不是任凭各级主管官员的意志来决定 也就是增加贪官污吏 向台商收刮的机会 与台商的贿赂成本 而这些开支不照假账行吗 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如果提升中国的水平 而失去自己的优势 也会立即面临35% 所以台商不可以只看到眼前的优待 不久前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在美国达拉斯召开会议 不少中国台商大吐苦水 例如这样的顺口溜 投资大陆很新鲜 首先让你飘飘欲仙 快乐如神仙 台商优先 台商领先 但是总有一天 把你从天上神仙 退入万丈深渊 回来吧 亲爱的台商朋友们 家乡在等着你们 以上是林宝华的评论文章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